各位微信闲事及各位失望善知识 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谈解 赵魏 曾经有人问我说 你光讲赵魏 不谈佛法 不谈道法 那怎么可以成道呢 我笑一笑 我跟他说 若是你家里不平安 你要成道 谈什么佛法 你一直练佛 解决不了 你一直练佛 你就会碰到有缘的人 帮你引进 这方面造位方面的风水 会帮你吧 你连一点念佛的都没有 那你只有认为自我供高 一五四次 那么这位信徒 他说 叔叔啊 你讲的我相信 但是请你拿一个证明给我看好不好 我说好 我说好啊 你住家的前面 一支电线杆 这一支电线杆 刚好是你厨房 照位外面别人的地上 输了一支电线杆 那么高的电线杆 你每天在那边煮饭 看着电线杆 上面 钉了一个板子 信耶稣 得永生 他说对啊 这回来有道理啊 但是你太太 身体非常不好 高血压压不下来 泰山压顶 包括你也一样 包括你家里 若是这个电线杆 在前宫 就是你男主人 在耿宫 你的少兰 孩子头昏昏脑顿顿 在正宫 你的儿子会肝病 大儿子会肝病 在迅宫 你的大女儿 一天吵不完 再来 若是在砍宫 你的中男 咬铃铛 不在乎 所以这个 和你的全家的平安 有关系 所以这位先生 师父啊 那我相信 我累了那么多的佛 佛子都不保佑 因为佛很慈悲 他把世间的事情 划分得很细腻 昏功佛作 那怎么办 你的痛苦 一家的痛苦 那只有让你有因缘 来找到亡产老祖嘛 所以今天你的问题解决 就是你的家 这赵卫在这里 外面一直电线杆 电线杆 赵卫压顶 首先他的老婆 高血压都降不下来 要怎么输也无效 然后这个点 在耿公 耿公 就少兰 少兰 头脑有问题 不做好事 心不定 他说对啊 我家里除了两个太太 和儿子两个 这个就受不了了 所以啊 我对于这方面的风水 你要注意 你风水有问题 认你拜什么佛 保佑不了 若是你风水对了 神火自然就保佑你啊 所以这个集市 风水学的奥秘啊 祝福各位 地努力 人员 Americans 不知 解论 但我们下车 你们下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